大家好 欢迎来到儿主的频道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简易的煎鸡扒 材料我预备了5块鸡扒 要有皮 我今次选择没有骨 最好选择没有骨 因为一会煎的时候就会比较快煎熟 鸡扒已经洗净了 我现在会剪掉肥膏 我已经去掉肥膏后 我们现在会用厨房纸 一定要吸干净 一会叶的时候会入味 今次的调味料我预备了酒 另外我预备了鸡粉 盐和糖 我不会用豉油 因为用了酒后 鸡扒已经有足够的水分 否则太多水分一会煎起来 很容易就会弹油 我首先会轻轻把酒塗上鸡扒上面 不需要太多 要等它吸收后再加上去 调味料方面 我今次用了鸡粉 盐和糖 可以直接用盐也可以 但下了鸡粉就可以披掉雪味 因为今次的鸡扒是雪藏鸡扒 平均地铺在鸡扒上面 鸡扒上鸡扒上面就可以了 鸡扒上保鲜纸 放在冰箱上冰箱 今次我用了粟米粉加面粉混合在一起 一会煎出来就有很脆皮的效果 我现在会拌均匀 然后我们将鸡扒两面都充满粉就可以了 鸡扒现在就可以拿来煎了 现在我开了大火 加些油 今次因为鸡扒已经有皮 加的油很少就可以了 然后我现在就会放鸡扒下去煎它 鸡扒放下来之后 我们现在就可以盖盖 维持中大火 我盖了盖之后 现在就会转中火 煎大约5分钟 我们今次煎我们要鸡皮就是鸡扒 我们现在煎完另一边之后 就会反转另一边就是再煎 我们都是要盖盖 我们继续会用中火 5分钟之后 现在我们就可以关火 然后上碟 脆皮煎鸡扒就做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 Delicious 好味 如果你喜欢 给个like我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 thank you 感谢